大家好 我是Ray 今天要介紹一下我們寫的一個活動平台 叫做GamePi 那活動平台有兩個基本要做的事情 一個就是要做活動資訊的發佈 然後第二個是要能夠管理報名的人 那麼像現在有哪些活動平台呢 譬如說Costcap用來報名的Registerino 然後還有像Facebook也有很多 也有一些活動的功能這樣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些平台都已經這麼成熟了 還有什麼好做的啊 我也不知道 所以每當午夜夢回的時候 我心裡都會呐喊著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還好午夜夢回幾次以後 我就想到我們現實生活中 如果舉辦活動的話 那我們就會做活動的海報 那活動海報一般比較不是像現在線上的那些網頁這樣 就頻繁之序的就是把時間地點列出來 那所以我們想說活動海報好像蠻重要的 那我們就做個平台 是可以讓人家很容易的製作一個活動海報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Demo 對 假如你想要結婚的話 你就可以建立一個婚禮的活動 用來統計婚宴的人數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活動頁面 這解析度有點低對不對 那所有資訊你都可以放在上面 像地圖啊影片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你可以上傳自己的婚紗照當作背景圖 然後 比較有趣的是我們上面的東西 都是可以任意拖拉移動的 然後你也可以隨便resize 然後也可以去調它的透明度 背景顏色 字的顏色 然後 肢體大小 甚至字型 什麼就是 你都可以任意的調整 也就是說 即使不懂技術文 他也可以做出 就是他想要做的頁面來這樣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這麼膚淺 就是只做這種央視的東西啊 那 像很重要的就是 自訂報名表功能我們也有做 就是你可以 像這個婚禮活動 你就可以去統計說 你是不是吸瓣啊 然後是不是吃素啊之類的 然後可以很容易的加入一些 自訂的一些選項這樣 這螢幕有點小 對那 活動建立好以後 你就可以去邀請你的朋友 那假如你是用Facebook 登入我們的網站的話 那你就 我們在這邊會列出你Facebook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直接對他們做邀請的動作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有哪些人報名參加 然後主辦人可以看到 之前填寫的報名資料 然後我們有做一些 像留言板 或是一些統計 然後有那種做活動tag的管理 然後分享到一些社群網站上也是滿簡單的 然後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再看第二個 那我做了一個假的活動這樣 CostCup 2011這樣 那大家可能會看到 這可能看起來不像是那個 CostCup的照片嘛 沒錯 一分鐘一分鐘喔 好 對 我有把場面hold住 所以我用別人的圖來代替 就這樣 別人的照片來取代一下 對 那我們還有那個 有人就會想說 我怎麼做 怎麼做那個 就是美術天分不好嘛 就做不好 那我們也提供 直接套用樣式的功能 那你可以從你以前套用過的樣式 建立活動去套 那點一下以後 好 活動就變了這樣 所以剛剛CostCup活動 就變成現在這樣 但是這個功能要小心使用 好 那 我們網址是跟Pi.com 那歡迎大家上去玩玩看 有任何意見或都歡迎回饋給我們這樣 那可以到我們粉絲團留言 或者是直接寫Email給我們 好 謝謝大家 換換換換換